现在很多人都有了自己的车 而且很多人买车都已经开始考虑国产车了 因为它不再像以前那样 质量各方面都不好了 相反它的各方面都增强了 但是国产车里的仪器却不一样 它仍是大家不喜欢的国产车 销量不仅低 很多人还投诉这类车 很多人说它因为自己是国企 就造车越来越不好 很多人说倒贴都不会要的车 这被人们投诉的就是仪器奔腾B50 李先生买这款车有几个年头了 他说这个车毛病还真不少 例如车子容易打不开火 车门还容易生锈 最可恶的是副驾驶车门都熬进去了 你去4S店找人处理 可是他们却说它本来就是这样 而且中控还有损坏 车身会自己响 发动机的噪音也特别大 不仅李先生这样 王女士也是很惨的 她买的新车才买没多长时间 就开始渗机油 去4S店解决 他们竟然拆气门屎盖 并且问他们怎么保养时 如果发动机有渗机油的情况发生 怎么办呢 他们就让拆发动机看看是否能解决 而且保修期现在到了 要自己出钱去保修 行驶大约几千公里 发动机又开始渗油 这可真是毛病百出 王女士讲 国产车还能让我们安心地使用吗 如果想让大家更新来国产车 一定要把质量提上去 不然大家怎么放心购买